爸爸 你叫我什么 喂 你怎么这么孝顺 你为什么要这么称呼我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 微臣天与游客之间互动有趣的语幕 视频中 一位女生刚站在台上 就像微臣天喊了一声 爸爸 在场的观众全都懵了 连微臣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连忙又问了一句 你叫我什么 可能是由于太激动 微臣天讲话都有些破晕了 还知乎对方太孝顺 随后他还让女生跪下 证明游客马上变合照做 这一举动立刻换来了微臣天的夸奖 称他为最忠诚的部下 看到这一画面 不少网友分分开始预测 称以后就会有小哥哥去叫岳父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当众海爸爸这种做法不太拖 反感认为 只有游客与微臣天之间产生有趣的话题反应 观众才会更喜欢看 每一遍要上网上线 那次我们看这件事呢 可以订阅下你的看法吧